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渝夫 欢迎再度收看麻辣新闻网 那么今天有人去美国 那么有人登陆月球 我们有一位 就是我们的宁阳岗先生 那么他今天到了我们TVBS 来谈论他的整个参选总统的 他的整个的过程 跟他的治国理念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能够请到我们的 总统府执政宁阳岗先生 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请到两位 这个是在我们国内 非常资深的新闻界人员 一位是自由时报的总编辑 林建念先生 各位官长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我们这个 忠实晚报的总组笔跟社长 是林盛芬先生 那么刚好今天非常的凑巧 我们四个人事实上我们都姓林 所以我们可以召开一个 林氏中庆会 那么我们今天为了慎重起见 特地请两位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 来提问 首先我们就请自由时报的总编辑 来为我们 来跟我们林阳岗先生提问 谢谢 资深您好 你好 最近外界对于资深您参选总统的说法 有好几种说法 包括这个李林勤杰说 还有这个陈迅说 请问您参选总统的实际动机是如何 我参选下一届的总统都不是为了李林勤杰 也不是为了李登辉先生的诚信的问题 我的动机是我觉得从民国77年一月蒋经国总统去世以后 李登辉先生接任以后又连任到今年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李登辉总统有他左右的成就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台湾海峡两岸关系 好像不十分稳定 其次在我们台湾金马内部来说 我觉得族群之间不够和谐 并且还有尖锐的对立的现象 另外在重大措施方面 第一个我觉得政府的联能好像做得还不够 选举风气不好花钱很多 所以民众同胞的过病以外 政府的各部门贪毒案件层出不穷 公共工程的浪费这么多 另外很多年来所存在的问题 比方最起码的啰嗦处理的问题 公共营业场所的安全的问题 交通阻塞 停车场严重不足 南部地区超出地下水引起地层下陷 水土保持的不够圆满 这些问题都不能够有效的处理 另外就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最近我记得好像是21世纪基金会 他调查对目前贫富差距的扩大 表示不满意的占百分之75.2之高 这一个树木子我想我们不可以再忽视它 另外我觉得对需要照顾的贫苦民众的照顾 我觉得做得还相当不够 比方现在孤苦无疑的老人和幼童 残障儿童的照顾 精神病患者的收容照顾都还做得不够 乡下地区的医疗设施 也还没有熟分建立 所以比方我在中部就听到 有一个人患尿毒症 每个星期要三次洗讯 他说他附近三十个乡镇里面 需要洗讯的人大概有六七十个人 他说假如我们政府能够设立一个洗讯的中心 他们就不必老远的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跑到台中市来接受这个洗讯的工作 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为民服务 为这些有困难的民众要照顾 这些我们是需要加强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目前我们的生活 很严重的就是精神伦理生活 和经济物质生活不能均衡的发展 物质很丰富 生活很方便 可是一方面道德沦上 民主过头 法治不足 我们犯罪率这么高 起码的生命自由财产的安全 好像都不能得到政府有效的完全的保障 其他内政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的确实是还相当的多 我是基于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加强来谋求改善 我是基于这些动机才决定要参选的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资政认为现在台湾目前问题重重 所以资政决定由自己来参选 来使台湾比较更好就是 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要请这中时晚报的社长林生芬来发问 谢谢资政刚才对这个参选动机做了很完整的说明 不过我想大家还是很关心也很好奇就是说 在民国79年关于那个是总统选举前的时候 有没有在那个八大佬国民党党内八大佬协调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一个诚信说 有没有说李总统承诺 那么当然也许不是这种主要的一个参选动机 但是是不是对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做个说明 到底那个经过情绪是怎么样 不方便 民国79年R3月间 国民大会要选举贬借的政府总统选举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政府总统选举办法规定 只要有100位以上的国民大会代表年始推荐 就取得获选人资格 不必当事人的同意签名盖章 所以就形成了那一个情势 国民大会代表年始推荐人资格的政府总统选举贬借的 就不再競選了 另外最主要就是 以前的省議會議長蔡馮文先生 是同我是多年的朋友 不過他是比我年長的前輩 他曾經有三次來見我 他就很明白的這樣說 說李總統就做一任 下一任他就來幫助你 我還給蔡馮文議長說 說下一任李總統要不要再競選 那是李總統貶心要做決定的事 至於說要幫助我 這一句話我說你對外千萬不可以講 在民主政治之下 總統是由我們的選民 假如還是繼續維持國民大會間接選舉 也是選民選出來的 不是李先生和我 我們兩個人可以書相掃掃的 所以我說你這一句話千萬不可以講 蔡馮文議長以外還有其他兩位 他們的關心也來看我 也說了同樣的話 不過這兩位先生今天還在為我要顧慮到他們的處境 我不可以把他們的尊姓大名報告出來 不過李總統他本身沒有直接對我講過這一句話 這是我要正重的說明的 不過李總統在公開記者會 至少有兩次他有同樣的說明 我想這些國衛報誓裡面應該都有記錄口案 是的 好 謝謝林志正 那麼我們想自由時報的這個林總編輯 我們在就治國理念上 不知道您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請教我們林志正 剛才林志正在治國理念這方面是 就是說國內的一些政治現象 社會現象 那個資政這一部分是談得相當的多 但是您如果有機會擔任這個總統的話 您這些問題 您是準備如何去解決 尤其剛才您談到就是說 您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兩岸的關係會更和緩 國內政情會更團結 您的理論根據是什麼呢 是 OK 好 非常謝謝這個林總編輯的發問 那麼我們讓林志正休息一會以後 我們再來繼續請林志正回答 謝謝 OK 歡迎再度回到麻辣新聞網 那麼剛剛自由時報總編輯林志正先生 他也問了執政一個問題 就是說您最近曾經說過一句話 就是只要您當上總統 那麼就是兩岸關係會更和諧 那麼國內會更團結 這句話您有沒有更具體的一個做法 我想假如假如我當選了總統之後 我一方面對我們台澎金馬地區 兩千一百萬同胞的利益最優先的這個原則 我一定會均除 另外我們一定要爭取我們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這個尊嚴和生存空間的拓展 是 可是對中共方面 第一個我一貫主張不疾同 不可讀 假如我們稍息搖排不定 給中共認為我們搞兩個中國 或者一中一台 這就是一切關係的這個健全化 或者所謂互信的增進 就談不上 這是我的基本原則 其次所謂通商 通行 通郵 直接三通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要積極的推動 我們不要再這樣以保守消極的態度 其次對我們台灣工商企業界 對大陸的這個投資 我還是繼續要保護他們 並且要採取比較積極 鼓勵的做法 因為大陸的這個資源的利用 這麼廣大的市場 對我們台灣地區經濟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 這並不是靈活關係 是雙贏的關係 所以我要採取鼓勵的態度 進一步就是農業方面的指導 並且農產品的加工業 這方面我想要採取具體的措施 這個過程我向國外報告 我是獨自衛權食品企業公司的黃烈火 老先生對我主教的 所以他回顧我們台灣經濟的 發展的這個過程 就先有農業 然後以農林漁木的產品為原料 發展我們的食品加工業 另外就帶動其他方面的工業 然後就到中工業 高級科技的工業來 這黃烈火先生 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這個過想 今天當然我限於時間 沒有辦法詳細的說明 對農業方面的這個說合作 實際上是以我們這邊豐富的經驗 很充足的人才 各方面的這個加工的技術 市場脫銷的這些能力 來貢獻中國大陸比較落後的 農村地區的發展 其實軍事合作 我們避免和中國大陸方面 除了政治對立以外 又來一個軍事的對勢 這我覺得是不大好 尤其所謂南海地區 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部分 我要提議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方面的軍隊軍力 和中共方面的軍力 我們要採取合作的態度來對外 不要我們兩岸兄弟之間 今天就來一個這個戲牆 我不贊成這個作法 其次要很耐心的協商 就目前所存在的問題 彼此有耐心很誠懇的來商談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解決 這樣子累積的結果 我想我們的互信就會增高 並且比較能夠達到互利互惠 的這個目標 是 好 謝謝執政 那麼我想在這個治國的理念上 國內的部分我想我們的林社長 不知道您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請教林執政 好 謝謝執政 剛才對大陸中的說明 那麼我們也注意到 執政在前幾天的時候 在美僑商會曾經做一個演講 也強調說您如果將來執政的話 您優先以內政為主 那內政上我想有兩個方面的問題 請教 第一個就是如果您擔任總統的話 那麼在管理總統立法院跟行政 這三者權力之間如何互動 如何定位 要不要透過修憲的方式來解決 使得它維持於穩定 這是一個方面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一般的一個 內政的施政方面 我想有幾個問題來請教 一個就是在我們現在已經提出來了 可能因為實施各種全民健保 農民老年年金 那麼所以可能要加稅 那這個加稅方面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麼對於整個的 我們社會福利體制 應該是如何來發展比較健全 比較能夠符合時機的需要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經濟要持續發展 那經濟發展跟環保 因為環保是跨入20世紀 最重要的議題 那麼這方面不知道 執政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 好 您談到住國理念 我參選總統以後 我對我們國家應走的大方向 以及比較具體的重要措施 我現在正在請一批我學室界的朋友 根據我給他們報告的要點 再加上他們的學室 他們的專長正在炒你 我看成書以後將來會出版的 我很注意的一件事 我就是理論和實務必須要相接合 所以我除了請這些大學的教授 知筆以外我又不斷地從有關部會方面 所得到的實際的資料 供給他們做參考 這樣將來才能夠理論實務 能夠堅固 至於您提到的這個修憲的問題 我也認為目前很多方面批評 說總統依照修憲後的現在條文的規定 好像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反過來有責任 可是沒有最高行政機關所掌的那種權限 行政院和立法院之間 他們的關係也沒有十分釐清得很清楚 尤其將來立法院的運作 必須是至少三黨多力量在伯仲之間 我們如何使我們國政的運作能夠很順利 我看這是一個課題 所以將來說不定會再一次修改憲法不可 不過諸事體大 憲法是國家的基本大法 這一次要修 我就希望能夠修得比較接近於完善 所以假定我當選之後 我一定要成立一個修憲的研究委員會 這草率不得的 一定要各方面經過信眾的反復的討論以後 並且得到這個三黨 我們民眾同胞的共識以後 我們才能夠進行 其次你就問到社會福利的問題 社會福利假如廣義的來說 應該是包含社會保險的部分 社會安全制度的部分 社會安全制度當然都要靠自己的积蓄 還有其他的別人的幫忙 可是今天林社長您所問的是社會福利的問題 對社會福利我的解釋 就不是靠自力來救濟更生 這就是他實在有困苦 所以政府和民眾的力量要幫助他 等於是私語 給予這個意思 那麼我就想我們目前尤其最近 行政院和立法院通過的所謂很多福利 有沒有違反我們論語裡面所講的 所謂記 救濟的記 不濟富 你富有的人你何必又再給他金錢 什麼的幫忙 這個記就繼承的記 是 這個頭一個記是救濟的記 不濟富的記是繼承的記 你不要接續給富有的人再給他更多的幫忙 我有這一種想法 所以我看就剛才我講的 這孤苦無疑的老人如同 精神病患者 殘障的還有醫療設施等等的這一方面 我就不再多重複 我將來要注重這一方面 那麼對不起 真正剛剛您提到 已經提到這麼多的社會福利政策 那麼林社長也特別提到了 這個加稅的問題 那麼會牽涉到加稅的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等我們休息一會以後 我們請林資正來幫我回答 好 歡迎再回到麻辣新聞網 那麼我們剛剛這個中時晚報的社長 我們剛剛這個中時晚報的社長 林士芬先生特地提到了 這個麻辣新聞網 有關於社會福利政策跟加稅的問題 以及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的 相互之間的問題 那麼這一點 不知道我們的執政有什麼樣的看法 好 我看 凡是實施高度福利政策的國家 人民的這個付稅的負擔都很重 這歐美的國家不法其力 另外他政府就變成 背負巨大債務的政府 這也是我們多了解的 所以我們台灣地區 假如要繼續的擴展 我們的福利的範圍 或者提高福利水準的話 將來政府的開支一定一家龐大 政府本身它是不會賺錢的 所以一定要靠人民的繳稅 不過我覺得我們要加人民的這個稅付 以前我們是不是要先檢討 我們政府的預算有沒有腐爛的地方 假如你有說此浪費就不應該 尤其比方公共工程假如浪費很多 那怎麼可以呢 比方中正機場的第二期工程 我們政府邊的預算 人家來投標的結果 以一半的價格就中標了 其他類似的例子還很多 這就不應該 對 應該你政府非常緊述 非常健全 這是第一個前提 其次我就想 我們現在有很多公營的事業 因為我們都說要民營 比方我們省屬的商業銀行 不是說要民營化嗎 講了很久了 可是處處不盡 有人提議 我們台灣汽車公司 台汽公司 台灣鐵路局都不妨開放民營 很可能它的虧損就不會繼續擴大 比方我們的健康保險 也有人說你可以交給民營 這都可以考慮 甚至於我們現在台灣省的 這些省立醫院 台北市立的醫院 可以不可以考慮民營 我有什麼條件你要照顧病患 現有的這些人員 你要繼續給我僱用 在這一種條件之下 我開放民營 說不定將來可以節省 很多的開支 民營的效率 我看各國的通力也是一樣 都是比公營官營 成本要來得低 服務要高 這是我的過想 當然今天我們中央政府 和省市政府合起來的債務 已經超過一兆億 再加上最近通過的 還有行將要實施的這些公共工程 還有福利措施 將來又要增加多少的開支 我不清楚 所以如何健全我們未來的財政 是今後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人民加稅說不定將來免不了 不過我就報告過 要把能夠用盡的方法手段都用了之後 再加稅我看我們民眾也比較能接受 那麼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之間的衝突的問題 您會怎麼樣解決呢 我覺得我們台灣地區 經濟的繼續成長 是我們生存發展之所欣 可是環境保護 又是我們祖祖孫孫要生存的根本 所以這兩項我看一定要堅守並顧 偏重於哪一項我想都不好的 因此我就這麼想 第一現在各種公害防治法 環境生態的保護法 我們可以說差不多相當具備 問題就是在人民的這個手法遵行不夠 政府的租行也不夠措敵 我想這首先一定要加強貫徹 其次假定我們為求經濟發展 我們需要在發展比方我們的工業用電 就需要電廠要工業用水 自來水就一定要再擴大設施 鐵公路港口包括碼頭 貨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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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能力 還有機場還有電信 現在聽說我們的國際電話會 國際電報會都比人家昂貴 這樣一來台灣要成立所謂亞洲營運中心 恐怕人家不一定就會來 像這些公共基礎工程 我們一定要做 假如衛州要做這些工程 有時候要犧牲一點環境的破壞 我看我們要染受 不染受也不行 不過現在我們科技很發達 如何使這個對環境的負面的影響 減低到最低程度 現在是不難克服的 不過有意向 像這個假如球場 我就讓我也不要再增加了 這些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沒有幫助 對我們環境生態破壞實在很大 最好也不要打 最好也不要打 不不 我讓我漁夫先生 你的結果不要打假如球 我不贊成 這也是一個體育運動 你說我們全部打 其他國家把我們又看成落後地區 這些是 是 OK 好 謝謝師傅 那麼現在輪到自由時報的總編輯 林堅諺先生發問 您認為這次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的成敗 對於未來國內總統的選舉是不是有影響 那您最近是不是有計劃到美國去訪問 以及就是說您如果有機會擔任總統的話 您如何打開台灣的外交困難 我想這一次李總統到美國訪問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我覺得是可惜我們應該高興的一件事 不過所謂一左以喜一左以拒 拒並不是恐懼 就是我擔心的事 就是中共 他除了到今天為止已經表示的那些抗議 對美國的悲哏的行動以外 他有沒有積蓄的行動 我很擔心這一點 假定他不再有積蓄的行動 恐怕將來日本 韓國 其他國家 就是說你中共 你的措施不痛不癢 我就照樣也邀請李總統來訪問 我看中共大概不會染受這一點 將來他措施是怎麼樣 這是對我來說 我是比較關心的事 這就影響到我們國家的問題 我們民眾福祉的問題 至於這個林總編輯 你說對未來總統選舉影響有多大 我倒認為影響不會很大 因為我們國內的選舉 民眾所最關心的還是我的生活安全 有沒有增進 我是不是比以前日子過得更好 我的家族我們大家的生活 是不是更方便 我們物價是不是 有波動 有波動 跟外交沒什麼關係 是啊 我的所得有沒有增加 實質的增加 不要給物價波動吞溼掉 我看大概他所關心的都是他實際生活 這個平常他周遭的這些內政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影響大概不會很大 至於您問我 我有沒有訪美的計畫 我現在還沒有 您問我 假定我當選以後 對外交方面有沒有什麼突破的措施 我是很平時平緩的這麼想 我說自從我們中華民國成立以來 我們的外交的原則是和善敦目 我們不會 我們還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不會以我是大國 所以我就要欺負你小國 我們沒有 我們非常和善 我想這還是我們今天要秉持的這個原則 其次畢竟這個外交要是談國家的利益 對我們國家有利益 我們來和別的國家有外交的來往才有意義 因此我想這個對我們亞洲的鄰國 東南亞地區的這些國家 還有比方美國 日本 歐洲的一些國家 對我們的經濟發展 科技 文化各方面影響很大 我們應該要把它列為重點 其次我覺得我們不要急功近利 所以為了要增加幾個同我們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所以我們好像就付出相當高的代價給人家 我想我們不必這樣做 金錢買不到層次的外交友誼的 假如中共方面出更高的價錢 他又倒過去了 所以我們平時 你對我有真正的這個感情 認定我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經濟 政治 社會各方面 指定你 肯定你願意同我交往 我歡迎 不然的話我不強求 其次我想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 我們還沒有設立代表處的這些國家 我們衡量假如對我們國家利益有幫助 我們希望多設立代表處 可是不是大使館 你要求要設立大使館正式的外交關係 要升我們的國旗 用中華民國國號 中共一定又要打壓 我想我們層次不必求這麼高的層次 我是代表處 就等於總領事館這樣子 現在在美國 在日本 在其他好多國家 我們的代表處只是沒有掛國旗 沒有用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名義而已 其他我們代表處所有的人員 都享受外交官的拓權 豁免權 我們可以簽證實質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我們就以這個分寸為標準 我們都展開 我認為這就真正的務實外交了 對這些關係 好 謝謝自信 接下來我們請中時晚報的社長民生發問 不過在他發問之前 我們休息一會以後再來 OK 歡迎再度回到麻辣新聞網 那麼現在輪到中時晚報的社長林勝芬先生 來提問 請這個林總 好 謝謝 林真正 我們剛才聽到您有強烈的參選議員 也完整的提出了您的一個治國的理念 那有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就是說您這樣的一個強烈的議員 您有沒有評估過 這樣都要在黨內獲得提名的機會的可能性 有多少 這是一個 但另外一個就是現在謊間也有一種說法 說也許到時候可能會在國民黨裡面 也許用條件的方式 譬如說邀請您來擔任黨主席 那麼希望您能夠就不參加總統的選舉 或者甚至說用連院長出馬競選 然後用世代交替的方式 那麼希望您跟林總統同時都退出這次選舉 這樣都會不會影響您的參選議員 這是參選議員的部分 那麼假使您最後 最後是必須用無黨籍的聲論來參選的話 如果您還是堅持要參選的話 那麼您有沒有考慮或者在什麼情況下 有沒有考慮跟其他的黨派 或者是怎麼樣做怎麼樣的合作 這個是不是請辭職這個說明 我獲得我所屬的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可能性有多高 老實說我今天沒有辦法評估 因為主要就是很多前提條件狀況 更坦率的報告 李登輝總統要不要再參選 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這些還不明朗 所以我無從評估 至於您提到說 假定協調方案裡面有一個交換條件 要讓我當黨的主席 我會不會考慮放棄競選 我絕對不會考慮 今天我只有下定決心競選總統一個職務 別的任何的職務要同我交換 我都不會接受 世代交替的說法 我也不贊成 因為我們看世界各國 很多的總統 還有政治的負責人 超過70歲以上的很多 假如李總統他要參選 他還比我大四歲五歲 為什麼就不談世代交替呢 同時我一再主張 一個人的服務的能力條件 你不可以以負責年齡為準 你要看他實際的體力 他的智力有沒有衰退 他的觀念是不是已經很保守 要看這些條件 也有80歲的青年 也有30歲的老人 所以世代交替啊 這一種說法 我不接受的 其實你說假定我不都以以公民連署推薦 無黨籍的興奮參選的話 我會不會和其他的有黨來合作 我目前沒有這個考慮 不過我要爭取全方位的 全面性的支持 就是不分支持國民黨的 支持民進黨的 支持新黨的 還有其他政黨還很多啊 還有無黨籍的都很多啊 我都希望所有的選民 他們對我過去的一切 他們很了解 將來看看我的住國理念 我的重要的政見 他們這樣子衡量 以後啊 他們認為可以把總統的 種族大任交給我的話 我就歡迎大家不分黨籍 就支持我 我還沒有考慮到 和其他的有黨啊 就比方很多人講 最具體的做法 請他們推出 副總統的搭檔的選 我啊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做這樣的考慮 是 就這個問題我帶大家請教一下 那 那執政可不可以提一下說 您認為 您有沒有對您的副總統的 有沒有一個理想的人情 或者有沒有什麼樣的條件 這個可不可以做一個 您的一個構想 我想啊 這個無所謂啊 有特殊的條件嘛 副總統也是國家的 這個重要啊 政治領導人員 他所要具備的 你一定要有很清白的人格 沒有重大的瑕疵 在公司生活兩方面 其次啊 他能夠啊 賦予這個協調的那一種啊 耐心啊 和能力 最主要 當然不必講了 他一定要愛國家 要愛我們民眾 他為我們國家民眾啊 他要犧牲奉獻 這個是一般公務員啊 都要共同具備的 那麼我到現在為止 我心目中沒有拖電的染血 是 不過應該是不會沒有聲音的人 現在輪到自由時報的總編輯 林總編輯請發問 之前您參選總統的這個 決心這麼堅強 那您是不是有評估過 您的票源到底在哪裡 您的勝算有多少 那當然如果您 這次參選總統 能夠當選是最好 那如果不能夠當選的話 您在下一陣子 是不是有準備 會再出來繼續進選 我想我從民國四十年 台大畢業以後 就一直當公務員 我所經歷的植物 我們國民同胞都很清楚的 我自己相信 應該我們大多數的同胞 應該瞭解 我是一個操守連結 我絕對不會貪污 拿回扣 摸起不遇之財的人 不僅我 我的家屬 也包括在裡面 都是如此 其次我的負責 我處理問題的 那一個有效率 果斷 不具毁育 我想應該大家對我 也有認識 第三 我的平時親和 我對任何階層的人 一般民眾都一樣 那凡事有事求見我 只要我有時間 我沒有一個拒絕說不見面 耐心的聽他們意見 能夠處理的 我馬上就處理 另外這四十幾年來 我在各方面 我們俗話說人脈 我想相當的多 我並不是高層 現在基層裡面 以前的村裡林長 鄉政長 對我 還相當愛護關懷的人 就不乏其人 這是我的基礎 其次我的政見 我相信能夠 合得大多數選民 他們的共識認同 讓我這樣做 就是最能保持 我們台灣的安全安定 內部的和諧 並且施政方面 能夠均衡的發展 不會有所偏重 我有自信 我最近到各地方訪問演講 我所得到的民眾的反應 我很直接的就感受到 大家對我有這一份信任和期許 那麼假定說我當選 你也鼓勵我是很好 假如落選 第十屆 有五年以後 你總統選舉 我要不要在這個候選 當時到哪一個 第一假如我健康 你還談什麼 其他有更適當的人 已經培養出來了 我們也挺好 不一定要我自己當總統 所以第十任的部分 我現在就沒有考慮那麼多 謝謝我們林志正 也謝謝兩位總編輯的提問 都是非常地好 那麼各位觀眾 非常謝謝你們的收看 那麼這裡是麻辣新聞網 我是漁夫 下個禮拜六再會 Bye Bye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